去年是學長在 然後他扛 他扛壓力 然後我們就幫他扶助他 然後旁邊當攻擊這樣 然後今年就是我當學長了 我就要帶領我的學弟們 我先得分 他們就會一起得分 我先衝他們會跟著衝 所以我要都從防守開始 所以有壓力在 所以我會去挑戰壓力這樣 就是現在亞洲訓練營 跟澳洲的球員 跟中國大陸的球員 還有跟日本韓國的一些優秀球員 所以60個球員 全部很優秀的全部在那裡 所以還有菲律賓的 所以他在那裡 他開了一個很大的眼界 所以他的目標就是 設定越來越高 他對自己要求就越來越高 這樣就跟我講說 去的人就去挑戰 如果你今天不打死對方 對方中央人就會打死你 然後我就聽到這句話 我就不然怎樣 不然是誰的時候 我就打死對方 那我相信 也是因為這樣子 接過很多的磨練 然後他也有去美國 他整個眼界都開了 所以他就 對練球越來越認真 對自己也越來越負責任 所以他 我相信他槍上 就表現出來在槍上 我知道我責任很重 所以我要去挑戰 因為我是球隊的主力 那我就是盡量幫助球隊 能得分 我就一定得分 我們今年一定會公辦 我們一定會公辦 我們一定會公辦 我們會相信自己 相信教練 相信訓練 相信隊友 是 所以 如果有這傳統 就會到足球 過程 我要待會 謝謝 我